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的是又爱又恨吧 我觉得像神一般的存在 只闻其生不见其人 你有一些理想 还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光荣的存在 太难干了 我觉得这个事还是蛮好玩的 我想狠狠地吐槽 不太敢吐槽 没准我还要再找他们看病的 用吐槽 疏解情绪 用幽默聊聊生活 欢迎大家来到由健康界和领克联合出品的 最不像脱口秀的脱口秀栏目 见笑了 这是医师节特别节目 原来你是这样的医生 欢迎你们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健康界的高新月 我觉得吧 这个节目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因为我学过中医 也做过医生 现在又在医疗行业的媒体工作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个节目组教来的理由居然是 因为你一站那儿 别人就想乐 后来我就明白了 我就是一块乐高 哪里需要哪里搬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 他有些特别 他们的工作自带光环 多数的时候是奔赴在 致命救人与死神博弈的战场中 于是他们身上就有这样的标签 严肃 冷漠 不近人情 但是他们也不是百战百胜 也有攻克不了的疑难杂症 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去挑战 去突破 今天我们就用一种全新的方式 去打破对医生的刻板印象 看看他们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今天我们一共邀请到了七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极儒雅 智慧于一身的张强医生 最大的心愿是去德文社学习的麻醉医生 顾世杰 偷偷秀的天花板周期末 周老板 还有希望成为知名段子手的 妇科护士李雅南 以及人称医院活地图的外卖小哥朱炎君 还有以及七一从文的青年才俊我 以及远在北京资深医学家庭受灾户 绝不劝人学医的医生家属萧散 欢迎你们 那接下来的这位呢 我实在是太期待他的演出了 作为脱口秀的天花板呢 在经历药店奇遇剂之后呢 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又有什么神操作 那有请周期末 周老板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啊 因为今天呢来了两位医生 还有一位护士 我就感觉是来给我会诊来了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会儿录制结束了以后啊 都别走 我这攒了三十几年的病 今天可能一天都给我解决了 一会儿你们也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来听我叫号 说实话啊 我平时啊是挺讨厌去医院的 倒不是别的啊 因为我这个人啊怕打针 有一次这个抽血化验 我这个胳膊啊刚伸出去 我这边就开始咬手了 非常的紧张啊 这个胳膊的血还没有出来啊 这个手都快咬出血了 当时这个小护士呢就非常的鄙夷 说你这么高个儿 大老爷们儿还怕疼 我心想这怕不怕疼 跟身高有啥关系啊 我这还好只有一米八几 我要是一米九几 是不是做手术都不给我挡麻药了 就直接硬拉 硬割 哎呀 所以我就要像领克一样 奋力打破这种世俗的偏见和桎 勇敢地表达自我 疼 就要像个爷们儿一样喊出来 前段时间 我后背这儿长了一个包 作为一个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患者呀 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医院 而是上网查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呀 这个病啊 也就三个月 他二舅就是长了这个包 三个月以后人就没了 吃这个偏方啊没好使 当时给我吓了 就赶紧给他留言 什么偏方 没准我吃好使 后来我就去医院挂号 然后发现啊 这个挂有哪个磕啊 我就有点犯难了 因为我这个包呢 它长在皮肤下面 我想是不是应该挂皮肤壳 但是这个包又是长在外面 那挂外壳是不是也对 后来又一想 这大小也算是个瘤啊 要不直接挂肿瘤壳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啊 这个医院就应该人性化一点 以用户为导向 比如呢 就设一个磕 就叫包磕 你只要长了个包 你就去那看啊 类似的呢 还有什么养磕啊 不得劲磕啊 腰不得劲了 我就去不得劲磕看一下 后来我就是靠扔硬币 最终选择了皮肤磕 我知道啊 这个医生每天都要看很多病人 非常的忙啊 所以作为一个体谅医生的患者 我一般都是提前组织好语言 所以当天等我排到的时候呀 没等医生说话 我就把这些症状啊 持续的时间哪都描述的一清二楚 并且还提出了两个非常科学的诊断 供医生参考 我说 您看我这是上火了 还是石器重 但是我说了半天 整个这个过程呢 医生呀也不怎么看我 就在电脑上啊 噼里啪啦在那打字 我当时想 他是不是在电脑上跟人聊微信呢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这个医生看了我一眼 说 你这病情介绍得挺熟练的 之前是在哪看过吗 我说啊 看了两个地方 但是诊断结果都不太一样 他说你哪看的呀 我说百度跟知乎 医生听完呢 就叹了一口气 说 行吧 来 我给你检查一下 当时我就想 这是又要让我花钱了 这个我们做患者的呢 心里总是对大夫开的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心存怀疑 总是想 这有必要吗 我这个病 你这眼睛看不出来吗 我们总希望医生那双眼睛啊 就具备什么X光 CT彩超 核磁功能 只要看一下 这个诊断报告就出来了 即使给患者做检查 也只应该做那些最简单的 比如你张嘴 啊 然后我这个血常规 尿常规 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证明呢 我这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因为这个医生呢 并没有给我开什么检查 只是默默地用手啊 在那帮我检查 帮我用手捏 捏完以后面色凝重 我当时心想完了 我这应该跟他二舅一样 只剩三个月了 结果医生指着我这个后背说呀 说你这个呀 你这个就是个粉刺 你挤一挤就好了 哎呀 我当时还不放心 我说医生你确定吗 这跟网上的诊断结果不太一样啊 要不你上网再查一查 医生听了之后也没接查 就拍了拍我 说来吧来吧 我就在这帮你处理了吧 帮你挤了 我当时听了还很害怕 我说医生 那你这几粉刺是半麻 还是全麻呀 我怕疼啊 这个医生也是人狠话不多啊 直接把我转过来 就开始帮我击粉刺 也有当时给我疼的呀 叫得跟生孩子一样 然后医生呢 也很配合我 说深呼吸 马上就要出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 他挤完粉刺以后啊 肯定得说我两句 讽刺我两句 果然啊 挤完以后呢 一边做手部消毒 一边跟我说 这么高个的大老爷们 还怕疼啊 这个时候呢 护士进来了 就说医生 什么时候吃饭呢 我一看表 就一点多了 瞬间就感觉很愧疚 之前对医生的刻板印象 就是说 不太愿意搭理患者 没啥好脾气 现在想一想 医生真的很不容易 忙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我就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跟医生说 医生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 医生摆摆手说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我说哎呀 您别客气 我就是请您吃个盒饭 医生跟我摆摆手说 没跟你客气 刚挤完你那玩意儿 谁有心思吃饭呢 好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我就是感觉 现代的人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矫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他去饭店啊 都得等着他在那 一夜一夜翻菜单 你要催他呢 他就很矫情地说 哎呀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啊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没用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 我觉得这种病 就应该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 大夫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没事 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 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 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要不我也这么选 掌声欢迎 最后一位 周期末 冠军来了 冠军已经来了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想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 这一季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是杨波 但是他没有走到总决赛 让我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跟导演组商量了一下 把我第二轮的名额让给了杨波 让他代替我出战 下面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杨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一步 吧 我们俩 这一步 真的是 그렇 不用拒绝了 好 好 好 啊 hello 我是杨博 周祈默一直很鼓励我 他说杨博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看好你 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 我也可以 再像我了 比我都像我 太牛了 周祈默之前 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 是教英语的 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 都成功地留在了国内 他虽然教留学考试 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 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很聪明 很聪明 我们继续 周祈默从小就很爱模仿 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 老师让全班同学 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扮演 周祈默就选了里面最壮的一个 刘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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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北斗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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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就 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对周祈默的过去 这么了解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 那可能是你傻 因为他在扮演我呀 周祈默跟我说 他在比完决赛之后 想去跑马拉松 我说 祈默 马拉松 你就不用争第一了 因为在我心里 脱口秀 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了 这里没有反转 当时我俩正聊着天 然后 柏阳走过来 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 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 就是马拉松 当年 雅典跟波斯打仗 打赢了 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 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 然后当场累死了 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所有人的反应 不是 人 不要连着跑42公里 会死 这是胜利的极限 大家的反应居然是 要不我们都试试 传个局 你想一想 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 那什么心情 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 仿佛都在跟他炫耀 哥们 这有什么男的 这怎么会死人呢 你热爆了 诶 建国 你怎么来 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就接着不要再往下讲了 其实这个士兵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吧 他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胜利了 雅典得救了 然后才倒地死的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特别懂得什么叫优先级 因为但凡换作是我 呼之带船 跑了这么久回到雅典 我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 水 妈呀 渴死我了 然后啪 倒地死了 就剩下那些雅典人围着我的尸体 在那纳闷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大老远跑过来喝口水 前面打的什么仗 口水仗吗 原来是你真爱笑 对 对 就是做出这一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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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杨本 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 把舞台还给周希墨 大家好 我是周希墨 走到这儿 已经有很多人被淘汰了 怎么说呢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开玩笑 其实虽然有很多人 很多演员被淘汰了 但其实 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走到总决赛的 我给你们解释 比如 如果没有杨博的表演 就没有我今天的表演 如果没有建国成路帮我改稿子 就没有我决赛的两篇稿子 如果没有Rock对我的鼓励 那对我也没啥影响 有影响 你听他鼓励 你想死 你知道吗 加油 我只想说 我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就像刚才淡总说的 我们不是对手 我们是竭尽全力 相互扶持 做了一场喜剧秀给大家看 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一起的 我们跟你们也永远是一起的 是喜剧让我们相聚 谢谢你们 请大家被冠军投票 来冲到本地 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出票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 哈哈哈哈 跺落 小妖精 跺落了 有点跺落了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啊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啊 我骗了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她 哈哈哈哈 哎呀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种 啊 真好看 我们老师真的稳 对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 爸 别说了吃饭吧 别聊这个 你可招点急吧 33了 明年40了 我说 爸 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 爸 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 哎 那谁结婚了 你知道吧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用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 啊 这么快吗 我说 不知道 都没联系 他说 啊 没联系 没联系 那算了 那你想看照片吗 我说 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就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啊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 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 果然不是吃素的 但是我一听说呢 今天的比赛有复活 我这个心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 现在呢 就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 我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呐呆了九年了 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 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 每次呢 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 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 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 那是怎么回事 是师父眼神不好 前两次钻错了是吧 我这呢 然后这种声音呢 不光是吵 关键是他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 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 哇 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 在租来的房子里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 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 哇 哇 哇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这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呀 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能碰到那种怒怒的司机 什么表现呢 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 这个车里 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 就感觉他要分娩了 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想法 撞上去 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 在车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还有人聊天 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 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 不在于他怒怒 而在于他派帕你给他打差评 他在怒怒的时候呀 对你态度还特别好 这个是最吓人的 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 就感觉这个司机 已经非常的暴躁了 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 然后喘息 但是突然来一句 车内温度合适吗 没事 没事 师傅 我做调节 做调节 咱们导航走可以吗 这话说的 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 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 而是用在乘客身上 就比如我的差评多 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 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 打到车以后 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 说 哎 师傅 我到了 你可以开过来了 我就在路边 蓝色一蓝的 打着双闪的 还有我在大城市生活 花销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我那些钱都花在哪 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 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 我就很纳闷 就这个数字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随机生成 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 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 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 啊 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 穿脏线了吧 但是你往下滑 往下看 哎 一笔一笔的 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 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觉得是因为 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 就你的手机 逼 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 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 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 比如支付50 支付500 支付5000 李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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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 不精华 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 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 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 我转个1314 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 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 我看你能转几次 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男的还愿意比手表 说我这个表啊 十几万 我这个几十万 至于吗 不就看个时间吗 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 你拿手机 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 可不能看 一会儿用手表看 要不然亏了 好的 别说这么贵的表 我爷爷之前 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 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 看得特别准 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 可以看太阳 给选手读秒 苏炳天 9秒83 反正我要这么多钱呢 我肯定就不买表 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亲自装修 再用上东鹏严版 零甲醛 抗污还耐用 想想就很爽 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 哇 哇 你房子呀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 一大早你攥就攥 你喊什么玩意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张浩哲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巧了 我也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就看我俩谁准备的不够好 哎呀 哎呀 行了 我不在这儿矫情了 我就是感觉 现代的人呢 多多少少 都会有点矫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他去饭店啊 都得等着他在那 一夜一夜翻菜单 你要催他呢 他就很矫情地说 哎呀 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啊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没有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 我觉得这种病就应该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 大夫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没事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我也这么写 还有人坐地铁也特别矫情 我有一次呢在北京急早高峰 我刚一上车呀 车里就有一个人说 挤什么挤呀 别挤了 然后我说 怕挤打车啊 别坐地铁 然后他沉默了 我感觉他的心刺痛 别看他表面上在那刷着手机 很淡定的样子 但他心里肯定在想 真的没有办法反驳呀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有范儿 因为当时我嘴里有两粒一打 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整个车厢里没有人能比我更口吐芬芳 我就是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矫情 因为在北京地铁里 你要能这么拿手机呀 这都不是最挤的时候 对吧 真正的挤 你手机得这么拿着 你的眼睛跟手机没有任何的角度 你都不知道在给谁刷 感觉在给后面的人刷 看到哪了 看到哪了 翻页吗现在翻页吗 翻页吗 哪站下 下着钱给我讲讲吧 我说到矫情 我有一件事 一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矫情 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 就你们有人跟别人拼过生日吗 我拼过 拼生日 因为我之前入职过一家公司 会给员工过生日 我的生日是5月31号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叫刘畅 他的生日是5月21号 但是在我们主管看来 哎呀都是5月末吗 就一起过了吧 他就选在了5月25号 不是我俩任何一个人的生日 他为了不得罪两个人 而得罪了两个人 然后到了25号那天 主管从外面订了一个蛋糕送进来 蛋糕大家都知道 上面一般会有一个牌 写着 祝某某某生日快乐 但这就是拼生日的尴尬 就那个牌 它有自出限制 它写不下 那天那个牌上啊 写的不是祝周期末和柳畅生日快乐 写的是祝二位生日快乐 二位 任何两个人都可以 然后蛋糕端过来 大家就开始给我们点辣 给我们唱歌 当时在歌声中 在烛光中 我就感觉那天是我的包办婚姻 因为我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别人安排 这个日子是别人安排的 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也是别人安排的 还要过多久我都不知道 一辈子嘛 然后吹完辣以后 就开始切蛋糕嘛 这个蛋糕也很难切 因为那个蛋糕啊 比蛋黄派大不了多少 还有切成十一等份 后来还是一个 懂微积分的同事 过来帮他忙 在旁边算了半天 有解了 有解了 第二年我从公司离职了 就因为有一次呢 我跟刘畅在外面聊天 然后他在那抽烟 又快到五月了 咱俩得走一个吧 我说行行行 我走啊 我走 关键是直到现在 还会有前同事 给我发微信 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说期末生日快乐呀 我就给他回 你记错了 我不是二十五号生日 刘畅才是二十五号生日 然后给他过 而且关于生日呢 我一直有一点不理解 就是生日愿望 为什么要默许 我就觉得生日愿望 应该说出来 尤其在你经济 没有独立的情况下 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 可能就坐在你周围 对吧 比如你过十八岁生日 你就在那许愿 我想要一个iPhone12 一整眼 发现你父母在那 许完了吗 许完了 最大了 最大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